字幕提供 Good morning 阿堂仔 今天和大家去大理 走走在寵物店 前陣子有個學生來找我在台中玩 他本身也是喜歡寵物 自己要養狗 所以我就特意帶他來大理 為什麼會選大理呢 大理其實不是一個很常見的旅遊景點 不過在大明路和國光路這兩條路上 有很多間寵物的旗艦店 每一間寵物店的面積都有幾千呎 首先我們第一間來到 就是在大明路上 叫做老地方 這幾間旗艦店 它本身都是連鎖 所以如果你在網上搜尋 很不難找到他們的店舖 但是我們選大理 是因為光明路和國光路 兩條路上就已經有五間 這麼大型的寵物店 在這裡走就會比較方便 我們先來到老地方 這間寵物店看看 這裡是我們今天的行程 第一間寵物店 你看看面積很大 基本上養寵物 需要的用品 或者食物 所有的產品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再來就是不同種類的寵物 比如老鼠 兔子 龍貓 貓 狗 它們都有不同的產品 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們先看看這裡 這個是買一些老鼠龍貓 和兔子的寵物 或者它們的用品 對面有很多不同的龍 因為台灣那些地方都比較大 所以你會見到 這些龍都會挺大的 這一段都會是龍貓 兔子的用品 有很多不同的符合 來自世界各地 台灣、日本、歐洲、大陸 都有不同的 它們的資料 或者它們的用品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想鼠類、兔子類 其實龍貓這些 在台灣這些寵物店 就會比較齊全 因為香港始終地方小 但是呢 就不建議大家買那些用品 因為用品 很多都是淘寶貨來的 不需要特意自己 在台灣拿回家 譬如碗、用具那些 這些盒也是 很多都是淘寶貨 上面那些車仔 其實都是淘寶貨 一般因為它們要運費 加上別人有這麼大的舖 有人工、電費 所以它這個用品 如果你要買的話 它會是給香港或者淘寶 至少一倍以上的 但是如果你買進口的 我也是建議在香港買 因為台灣的進口稅 是比香港高的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沐浴的用品 沐浴的用品 那些 那這些用品 我會建議大家買台灣製的 台灣製一定比香港便宜 還有選擇 種類都會很多 好像這些沐浴 在香港便會買得便宜 HKTV Mall便可以買 那不用等到香港 例如這隻U的牌子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那香港呢 比台灣貴至少一倍 如果大家是喜歡用這種品牌的話 可以在台灣買 是台灣自己生產的 而且它還有些相片 讓你聞一下 另外台灣呢 都會出很多牽引繩 還有那些胸背帶的 那這些的質量會比較好 但是它的款式 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所以你會看回 它的實用性會比較高 但是台灣製造的 不過那些款式 就不漂亮的 那好像我這樣呢 我就喜歡漂亮的 所以我多數呢 就會喜歡買淘寶 或者韓國那些 那些我覺得漂亮一點 而且因為現在Yoyo呢 它不太喜歡 下這個帶 我們多數下街呢 都不用下這個帶 是會自己跟著 而且它只會很短距離 去走 不會說它很遠 所以我們現在就這樣 普通下街呢 多數都是 只是下家樓下的花園仔 就不需要下牽引帶 但是這裡呢 我覺得買這些 大型狗狗呢 用的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它們的力大一點 就會耐一點 但是看清楚 還可以用台灣製造 都是那句 如果你買大陸製造的話 就直接在淘寶買 不需要在這裡買 這些繩子都是台灣製造的 那我都買了一條 因為其實會很實正 那那個價格呢 就貴淘寶一點 都覺得可以接受的 都覺得可以接受的 好像這些空背帶 為港幣大概二百多元一個起 那這裡旁邊呢 就是一些狗狗貓貓的保健用品 保健用品也有很多的 那這些就是玩具 玩具呢 就不建議大家買了 基本上呢 是98%都是大陸製造的 而且呢 是貴過淘寶很多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些飼料 即是糧 台灣呢 我們叫做飼料的 還有一些零食 那零食呢 都是建議大家 是買台灣製造的 還有呢 買零食的時候 同學最好要看清楚 到底呢 它那個零食的成份 加了什麼 因為很多零食呢 都很喜歡加一些香味劑 是引有那個寵物去吃的 即是它加了一些很香的味道下去 而令到呢 那個狗狗好想吃 貓貓好想吃 但是其實加太多呢 會令到呢 他們那個消化呢 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呢 大家要看清楚 它那個成份 有一次我日本的時候 就買了一盒零食 回來給雞腿吃 雞腿本身是吃貨的嘛 基本上它什麼都很喜歡吃的嘛 那怎麼知道呢 我自己就覺得很香很香 我自己就吃了一口 我還發現裡面呢 是除了有一間香味劑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間味精 而且呢 那種香味呢 實際上太不天然了 所以自此之後呢 我很少買日本的零食 那種香味 主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看不到的字 不會看 那這間的Yoyo呢 它腸胃比較差 所以呢 我是自己做給它吃的 它太多東西不能吃了 譬如雞蛋啊 或者雞啊 它都不能吃 那所以呢 就不想到外面買 我已經買了很多次回來 它都瘋得七彩 所以我現在就盡量自己做 嗯 自己做呢 感覺比較安心一點 還有呢 它的成份 會自己確保它是吃的嘛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零食 或者是整片肉乾的 那說真的 這些自己做是很容易做的 你只需要用烘乾機呢 烘乾8個小時以上呢 其實它就已經是那個零食來的了 那如果它是食量大 譬如大狗狗的話呢 其實真的自己做更加會便宜很多 還有可以保證它們的健康 好多好大包的那些糧 我們一般呢 都會是在這些地方賣的 或者我們直接在網上賣都可以的 那我記得啦 原來香港呢 那些處方糧呢 就不可以隨便在這些 寵物店那裡買到的 但是台灣呢 就可以的 因為其實處方糧一般都是只有 王家和Hughes兩隻牌子是有的 那而這個牌子呢 在大部分這麼大的寵物店呢 是什麼糧都會買到的 那而我發現呢 啊 終於找到一個台灣呢 賣進口東西便宜一點了 就是這些處方糧 有這些包裝呢 小小瓶的糧呢 譬如好像Yoyo之前啦 我們已經試了很多次 買的那些糧回去 接著結果發現 它不能吃得整包送給別人 真的浪費 我下一次再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可以來這裡買一些 小小小的包的 那它OK才再買大包 就不會那麼浪費咯 那台灣有很多那些 志願團體是舊些 流浪貓狗的 我之前呢 都是經常都會送些糧 過去給它們 接著 譬如它們很多物資 一些舊的皮 它們都需要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送給它們咯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狗罐頭 不同口味的 那我今次呢 就買了這個牛肉罐頭 因為 嬌肉不能吃得雞 嘛 之前啦 找不到 沒有純牛肉的罐頭 今天呢 在這裡就找到 所以呢 就買了兩款 給你們試一下 看看是否吃得到 其實呢 很多的狗糧貓糧 都會用雞肉的 因為肉類來說 雞是最便宜的 很多的狗糧貓糧 都會用雞肉 有幾個比較出名大牌子的資料 它們本身呢 裡面有很多的寵物營養師 所以它們的配方呢 真的會比較完善的 但是呢 它們這樣製作的話 一定會選用一些最便宜的 最低成本的肉類 那就是雞肉了 而相對來說 雞肉和豬肉在外國來說呢 沒有受肉精的豬肉呢 價格是比雞更貴的 所以它們通常呢 是會用雞肉多 但是你們可以看回 譬如呢 你的狗狗或者貓貓 本身有被尿的系統問題的話 它們吃的那個處方糧呢 裡面是用豬肉的 因為 雞裡面的礦物質呢 是會令到它的腎臟負擔比較重 所以如果有腎臟或者鼻尿問題的 寵物呢 是不可以吃雞的 另外 如果你的狗狗貓貓呢 皮膚很差的話呢 都建議不要讓它吃雞 雞是過敏性最高的一個肉類 對於貓貓狗狗 所以呢 牠們吃得雞多的話呢 那些皮膚會特別差的 皮膚不好的貓貓狗狗呢 其實是比較適合吃羊肉和魚肉的 另外 亦都不建議大家呢 給它們吃生的蒜頭 我呢 之前在Facebook 看到有一個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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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流化物是會令到它們溶血、呼吸吸速,甚至會死亡 蒜頭其實都有二流化物 不過它的含量是沒有像洋蔥那麼多 所以就算你少吃,它是沒事的 不過你多吃,它累積了 其實對狗或貓的健康都是不好 所以在這裡提醒大家,不要再給它們吃生的蒜頭 有很多爸爸媽媽養寵物的時候,都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譬如我有個親戚,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那隻狗為什麼身體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牠經常吃齋 其實狗不適合只吃齋的 因為牠本身需要的蛋白質和脂肪都比我們人多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經常用自己的心態 或者自己的健康觀念去對待自己的貓狗 這樣對牠們其實是不好的 另外,罐頭我建議大家可以試試買台灣製造的鮮食豹 即是牠的罐頭其實是裡面一粒一粒肉的鮮食來的 那些會比較方便,你直接打開,牠們就可以吃了 完全是不需要加熱的 在台灣養寵物,我覺得是比香港的成本會比較低 首先,如果你要購買的話 你去買一個寵物,牠的價錢會比香港便宜一些 而且如果你不想購買的話 Facebook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舊貓舊組的團體 或者譬如有些人撿到貓狗 去Post上Facebook,然後你可以去領養 它領養的過程沒有像香港那麼麻煩 如果那隻貓貓狗狗裡面有晶片的話 你只需要去任何一間的寵物醫院 跟牠說,幫你改了裡面的資料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植入那個晶片 那費用也不貴的 另外,如果絕育的話 台中的政府是會每一隻貓狗都有補貼的 所以牠的價格也不會很貴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台灣的醫生會是比較便宜比香港的便宜 而且你不需要等很久 一般我們預約,兩三日之前就可以預約到 所以會比較方便 但也因為這麼方便的情況 所以台灣的氣養是非常之多的 我曾經,上個月 在Facebook那裡見到 只是個肌 因為我自己養個肌,所以我關注個肌 只是退養或者氣養個肌 一個星期我已經見到是二、三十隻 是二、三十隻 那所以呢,因為可能牠的成本太低太容易 所以很多人呢 癢癢一下就覺得 哎呀,很麻煩 不懂養,就會掉了牠 這裡老地方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譬如我這條天鎮 我想看看牠多長 然後那個姐姐會馬上打開給我看 還有就是我們剛才看了一個寵物車 想看看那個實物 因為那個車其實我們在淘寶已經看中了 但是呢,在這裡是賣貴一倍的 所以呢,我們就請那個姐姐拿那個寵物車 特別呢,就是叫魚中魚 另外呢,就是有好狗命 再來呢,就是寵物公園 還有呢,東深寵物雲 那這幾間呢,都是在台中呢 比較多的連鎖寵物店 還有呢,牠們的面積都是比較大的 另外呢,這幾間呢 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你只需要上網搜尋一下呢 你都會可以找到牠們的分店 不一定要來到大理這裡這麼遠的 我想買一條比較長一點的牽引繩 所以呢,現在姐姐就幫我找一個長度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呢,這裡的服務呢,其實是OK的 就算他這樣幫你搞了一段 你不買呢,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大家不需要覺得有壓力的 如果你們呢,是有養寵的話呢 你們這些寵物店一定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香港真是很難找到一間 這麼大間,而且品種這麼齊全的寵物店超市 接著之後呢,我們就去了那個光路 在剛才的老地方,走過來這裡呢,大概15分鐘 看到魚中魚 魚中魚呢,它裡面多數都是兩層的 它最特色就是,它裡面還有水族類的用品可以買 而且呢,它還有美容和住宿的 不過它一般的用品都是偏貴的,所以不建議大家去買 門口呢,養了很多隻大龜 地下那一層呢,大部分是水族用品 還有呢,貓、狗 再來呢,就是寵物美容的服務 那樓上呢,就是貓、狗的一些用品 如果你是對養魚呀,水族那些是有興趣的話 這一間呢,就比較適合 香港有很多,譬如那些魚泵呀 那些魚缸那些用品在台灣製造的話呢 這裏呢,都是會找到的 但是價格我就不知道哪裏會便宜 即便宜貴,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叫我幫我買過一個魚泵 但是買了回來呢,其實他都說 不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不過就是香港剛好那段時間 缺貨,他買不到 那麼就叫我幫他買 另外這一邊呢,就是寵物美容和住宿服務 那麼它在門口呢,都已經是標了價錢的 如果你另外要加其他東西呢 可能就要再加其他錢 那麼旁邊這些寵物呢 全部都是售賣的 樓上呢,就是一些貓、狗的用品 譬如他們的入用品呀,食物呀 或者保健產品呀 在這裏呢,都要找到 那麼就跟剛才老地方差不多 但是它的品種呢,就沒有老地方那麼多 那麼如果你單純是想買東西的話呢 就比較適合去看老地方啦 這裏呢,可能的選擇呢,就會比較少 沿著那條角落一直走下去呢 就有東森寵物 東森寵物呢,都算是在台灣呢 一間比較大的連鎖店 買的東西呢,種類也挺多 那麼價格呢,就一般啦 而且呢,它裡面是會售賣這個寵物的 有一些呢,也會是領養的 那麼我覺得它這部分做得不錯的 它可能雖然有繁殖場 但是那些爸爸媽媽要退役呢,他們會找人領養 就不會就這樣丟出去 不會好像Yoyo那樣 但是這裏呢,就沒有剛才那兩間這麼大的 走下去一點就有寵物公園 在馮甲呢,就有一間很大的旗艦店 但是寵物公園的東西呢 所以我不是說這條街有五間 屬於一個旅遊景點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會有時間呢,就可以去其他的店舖看看 再走下去一點就有一間叫龍昌寵物百貨 這一間應該只有這裡一間而已 那麼為大家買的東西呢 都大同小異的啦 都沒有說差別好大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來到台中去逛逛參觀一下 那麼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麻煩你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再見,拜拜! 這樣 poco急速ário 還有一間不錯,第一個 只在羨蛋 然後再看到榛蟻 這裡說水 這裡就到餐醬自己 太 Lovely了 就去做